請各位開啟問題零四這個範例 這個剛剛的這個,這一個也把它關掉,把它存檔一下 OK 那問題零四,單元零四裡面的問題零四 打開之後的話請各位看一下,其實這一題也是延伸上一次的練習 一月 二月 三月 總共的話有三個月 那我今天假設說 我有個需求 我希望把一二三月的資料,通通幫我怎麼樣 把它放到第一劑裡面,那應該怎麼做 當然以前的話呢,你可能要Ctrl C,Ctrl V 分別的話把它放到,但如果你今天希望 可以 快速的把它合併進來,合併到哪裡,合併到第一劑的話 那 該怎麼做 所以喔,理論上也許可以思考一下 也許將來按鈕在這裡好了 合併 就是合併工作表 OK,然後按下去,自動一二三月的資料 通通過來了 那這個地方呢,該怎麼做 不過,這邊可能還有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一月 那這邊一月,你會發現喔 一月的話呢 它 裡面的日期 它是按照那個 就是那個 哪一天 然後呢 二月的話呢 也是哪一天 所以如果你把它Ctrl過來的話 變成沒有辦法辨識說 是哪個月份的 那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你可能還要再想說 我有沒有辦法 再加上月份 這個的話呢 可能要思考一下 合併之後的話 這個合併的話就是 剛剛講的這個 合併工作表的部分 然後合併完之後,可能要再 考慮到那個月份的部分 所以這裡請各位 先試試看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講 怎麼樣去解決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請各位就開啟那個問題 0.4 那我們需求是這樣 就是說第一 第一步來 我們先不考慮就是說 那個1,2,3月 我們直接把它call過來的話 有沒有直接合併 那這個合併的話 意思說把1月 先call過來這邊 然後再把2月 再把它call到它的下面 再把3月再往下放 OK,也就是把1,2,3月全部都合併到 第一季裡面來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子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麼 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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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這樣做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寫 上個 上個禮拜講到的 第一個的話 你先產生一個 Sub 我先把 先產生一個Sub 叫合併工作表 那這個合併工作表的話 基本上 大概有幾個重點要注意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先 假設你要寫 像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 你可以先寫 回圈裡面的程式 這一段 有沒有複製過來 然後再把回圈包進來 那這樣的話程式就可以寫 寫出我們要的結果 那其實基本上 大概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要寫的話 第一步的話 我們就是 先模擬一下 要怎麼樣把它call過來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說 因為我們將來按鈕在這裡 所以這裡的話 等於是說 以這個工作表 當成是基準 所以如果假設 是這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加上 那個SHIT物件 可是如果是 相反的是 這個工作表 那就要加喔 所以如果說 我要把什麼 把哪一個工作表 call到這邊來的話 那記得 這個工作表是第一個 所以理論上 你就要跟他講 我要SHIT 來源的話呢 你就跟他講 SHIT哪一個 第一個 有沒有 那當然未來是 123 123 所以呢 我們先第一個 這哪一個 這哪一個範圍 那範圍的話 跟他講 我要call的範圍 是從 A2 一直到 1的31 我看起來好像也是1 這個好像也是131 這個好像也是131 不過如果剛好巧合的話 你就不用去特別去注意說 他最底下的 所以我們 範圍就是Range 如果都一樣的話 是最好的 最簡單 但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再 再想辦法 去計算一下 他最下面的列是哪一列 然後到哪裡呢 到1的31 因為剛好看 一樣都一樣 所以點Copy Copy到哪裡呢 假如說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就是Range 或者用Sales也可以啦 Range 那這個儲存格的話 就是 A2的地方 OK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寫這樣 你會發現你call過來 執行這一行的話 他就會call 1月的喔 我先把這個清掉 1月 那如果2月的話呢 那就call這個 2月 有沒有 這是有第2個工作表 的那個範圍 一樣清楚 那一之類的 這個是3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一個一個call過來的話 很簡單嘛 你就是什麼 寫一個回圈 什麼回圈呢 然後 4 I 等於 第1 123 到 第3 Enter兩下打個NAS 有沒有 然後呢 就把這個 這個 把它call到這邊來 按個TAB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這邊改成I 就好了 OK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他有個問題 就是你call 第一個的時候 他會在A2 那你call第二個呢 還在A2 那不對啊 所以喔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2 將來應該會改變 所以呢 一般習慣是 第一次 第一次的話 是2的話 我之前有寫一個方法 有沒有用K 如果你第一次是K的話 就是 預設只能於2嘛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以把K 把它放在這個後面 EndK就可以了 那他第一次一定就是 放到這裡 因為K是2嘛 所以是變A2 那可是 之後呢 特別注意喔 之後的話呢 這個K的詞 就要等於什麼 向下追蹤 從這邊有沒有 假設了 我現在call一個 call一個資料過來好了 比如說讓他run 然後他就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的話 就從哪裡 從Range A1 或者A2 向下追蹤好了 A2 那追蹤還記得吧 這個蠻重要的 點什麼呢 點 向下 在end 打一個1 刮斧 向下的話 XL 用選的 然後點Raw 也就是說 追蹤到了列 記得加1 為什麼加1 因為下一列 再放 不然你如果沒有加1 他會把最後一列給蓋掉 好 那這個K的話呢 他就會知道說 你下一次 就跑到下面去了 OK 所以這樣理論上應該就 寫完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程式 並不複雜 而且 以後你要合併大量資料 就寫這樣就OK了 試一下 然後 D字 K等於2 所以就把A2的東西 放過來 好 那再來因為 我們下面 第2月的話 那應該是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加1 那你會發現這個向下追蹤 得到應該是31 31加1 32 所以 K應該等於32 OK 好 所以你會發現 K現在是 對32 放在這裡 NAS的話呢 因為 I變成2 意思是說 第二個工作表 第二個工作表的資料 幫我放在 A32裡面 所以 A32 扣過來 有啦 有沒有 那再來呢 再一直往下 這個應該是 Ctrl向下 那應該是 A的 向下追蹤這個應該是 61加1 應該62 61 對 K等於 K等於62 所以 再讓他往下放 OK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再來就是第3個 3月 有沒有 那就往下 這個3月就放在這裡 清除的話其實很簡單 我這邊寫個清 清除的話 一樣就是向下追蹤 然後 A2 到1的最下面一列 點Clure content 或者是你不寫 點Clure content 你可以等於空的也可以 這樣寫法也OK 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這個清 就清掉了 好 但是有個問題 以後應該會遇到 目前的話 1、2、3月 剛好都是 1、31 可是未來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 怎麼可能 月份都一樣 所以 這個31 恐怕 你要去追蹤 這個要怎麼追蹤 假設你要追蹤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在 這一行的上面 再增加一個變數 我這邊是寫R1 R1 等於 向下追蹤 讓它 從什麼呢 追蹤的話 就是從A1 Ctrl向下 你可以模擬一下 Ctrl向下 它回來會是31 理論上我們改一下 2月 故意改一下 改成28天 這樣OK 然後3月的話 故意改成 26天好了 反正就是讓它 故意改成不一樣好了 如果改成不一樣 那 剛剛的寫法 就不OK了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 讓它 就是 向下追蹤 所以你可以 R Range A1 所以其實你 聰明的辦法 乾脆拿這個來追 再來改 比較快 這個 複製到這裡 向下追蹤 看你要A1向下追蹤 還是A2都可以 其實R A1 A2其實OK 然後呢 不用加1 那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是跨工作表 將來游標 還是在這邊 所以記得 你這邊一定要在前面 Range前面再補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 OK 也就是說如果它簽到1月 那就去1月 1月裡面去追蹤 到底R1是多少 我要記得 最後再把R1 放在哪裡呢 放在 原來 E31的地方 End什麼呢 R1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解決 剛剛我故意 把那個2月3月 後面的資料 成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假設你要 除錯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中斷點 因為這個是我們比較 我們剛剛改的 所以我就直接改這個 剛剛是改這個 本來是31 改成向下追蹤之後 然後把它串一個 R1在這裡 其他應該不用改了 Copy過來 看一下 所以1月 游標一樣是放在 1月份的地方 也就是說 現在按鈕是從這邊 這邊按 按一下它 然後它就跑了 然後就把 1月的部分 1月應該是多少個 R1看看 31沒錯 所以它 A2到1 31 Copy過來 然後向下追蹤 再來 I等於2 也就是2月了 2月的話 那它向下追蹤是多少 因為我剛剛故意把 後面兩個三 它 應該是29 對 沒錯29 到這裡 OK 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 Copy的話 那就是 Copy到29 就好了 OK 把29 Copy過來 好 那這樣的話 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到28 因為它蘭文明星扣掉 沒錯 再來的話就是 3月 3月我記得好像只有 Copy過來 只有到 27 對 所以27的話 理論上R1應該27 沒錯 然後把 資料再copy過來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合併的部分 就是 這一段程式 那我有放 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白板的 單元04 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然後裡面的話 這個是清除啦 清除 我剛剛有 然後這一段的話 因為有 註解啦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沒有註解 這個是我剛剛寫的這一段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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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